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6月12日 香港警察用催淚彈 射勾子彈 布袋彈 鎮壓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者 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司令 曾經主動向美國國防部的高層表明 解放軍是不會介入香港的事務 這個報導也引述 中方目前沒有打算 被解放軍介入 這是香港的事務 應該由香港政府去解決 路透社引述私事人士是這麼說的 美國國防部的亞太安全事務首席 輔助理部長凱大衛 在6月13日衝突後的一天 去到香港金鐘解放軍駐港總部 去作禮節性的拜訪 就看到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司令員 陳道陽少將跟他聊天 會面前一天 即是說過了 6月12日在總部不遠的地方金鐘 警方發了150個催淚彈 橡膠子彈和布袋彈射向群眾 包括示威者 包括記者 也有外國人 向他兜口兜面噴胡椒噴霧 路透社的消息說 陳道陽主動向海大偉 即這位美國亞太安全事務 首席助理部長海大偉 表明解放軍駐港部隊 是不會破壞他們一直以來 不介入香港事務的原則 他是主動提起這個題目 主動提起這個題目 此舉令人感到意外 這是消息人士說的 在敏感時期 發出了一個清晰的訊息 這個匿名的美國國防部官員 向路透社披露 陳道陽與國防部高層會議 在討論中提及這件事 很清楚的 是主動 而且令美國國防部官員感到意外 路透社也引述一個 經常與中國軍方高層會面的消息人士說 中方目前沒有計劃讓解放軍介入 這是香港的事 應該由香港政府去解決 駐港解放軍部隊 究竟在香港扮演什麼角色 一直都是香港主權移交的 一個大家都會覺得很敏感的問題 會不會在香港出現很多亂局 當時在五年前的佔中運動 也曾經有很多傳聞傳聞 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 香港的防務是由中央負責管理的 特區是負責維持治安的 解放軍是負責防務的軍隊 不會干預特區的地方事務 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候 是可以邀請中央駐港部隊 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災 駐軍必須遵守香港法律 駐軍法也註明 駐港部隊是不會干預特區的地方事務 好了 我引述的報導到此為止 以下就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這件事有點不尋常 不尋常的原因就是 是駐港解放軍部隊的司令員陳道洋 主動向美國國防部的亞太安全事務 首席助理部長海大衛提出這件事 為何會主動提出呢 原因是否外面有很多傳聞 說在反送中運動 一百萬人上街 然後遇上立法之後 引起香港有這麼大的反應 是否有傳聞說 有人曾經要求過解放軍駐港部隊 出來評論呢 這個傳聞在612的時候 傳過在七一晚也有傳過 類似的傳聞 是否有人曾經提出過 甚至也有網媒報導 特區政府是要求過解放軍駐港部隊 出來評論的 不過解放軍就說要徵求 或者要請示 這個中央軍委主席 即是習近平的意見 最後就是沒有這麼做 這個說法 這個報導就是 特區政府堅決否認 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沒有曾經要求過 特區政府沒有要求過解放軍出來 如果特區政府沒有要求過 那麼陳道陽是否應外的謠言 所謂謠言是主動向美國提起這件事 陳道陽為何要主動向美國提起呢 他除了辟謠之外 還想安安美國的心 告訴美國 今天香港這個局未發展到這個地步 解放軍是會出來 需要解放軍出來評論的 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美國有很大的疑問呢 對於解放軍會不會出來 所以陳道陽才主動所謂闢謠呢 是不是解放軍也考慮過想出來呢 是不是考慮過用駐港部隊 用來解決香港今天這個示威的局面呢 那時候考慮過是否最後被否決了呢 所以說不會介入香港的事務 那是不是也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 將來香港發生類似 比如說衝擊的事件 包圍警總 衝入立法會 是不是當特區政府表示 他不能處理的時候 解放軍會出來評論呢 是不是考慮過呢 即是考慮過在當下的事件裡面 他也認為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 所以不出來 將來會不會在某些事件 當他界定不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 又說特區政府是不能應付 這個內部事務的時候 他就會出來呢 誰知道有這些情況發生 在什麼時候呢 在什麼環境之下呢 始終這也是一個原念在 另外也有很多傳聞 所謂的特區政府也澄清了 不過就因為聶德權華齋 聶一團有關於香港 會不會實行大陸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問題 懸由澄清 在Facebook上沒有人相信 聶德權就說是呀 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 確實是很脆弱的 那時候澄清了什麼呢 那時候有個說法就是 為什麼警察在612的時候 打示威者打得這麼狠 好像如果他真的是香港人的話 他不會對自己的子弟會下毒手的 而且那些說法就是 那些人連廣東話也不會說 廣東話的發音也不行 又沒有穿制服的 又沒有委任證 又沒有編號的 有些連雙鞋子都說 這個不是香港警察穿的鞋子 會不會是混入了武警 或者公安 甚至解放軍進來 也有些聽眾打電話來 就說有人拍到 就說在解放軍駐港部隊的總部 即是以前的天馬藍 有解放軍操作出來 不過是穿蝙蝠的 這個就說了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聽眾自己說 說完之後他也說 他也沒有看過那段影片 那段影片就已經刪掉了 他就言之作作 但是真假我是沒有辦法去證實的 那麼多這些傳聞 特區政府就說 沒有在警察裡面 去驅散群眾 去鎮壓示威者 我的說法 這些警察那些是香港警察 絕對沒有香港以外的 這些執法人員在這裡 但是如果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說解放軍考慮過要進來香港 平亂的話 那麼行政會議的首席 這個召集人陳志思 不會在接受電視訪明的時候 你看到他是非常焦慮的 他在強調說他不希望看到 香港有香港執法部隊以外的人 進來香港執法 他強調了幾次 而且面部的表情 告訴別人他是心招餘憤的 如果不是真的有人考慮過 我不知道誰主動誰被動 究竟是林鄭請解放軍進來 還是解放軍自動請英進來 我不知道 不是真的有人考慮過 找解放軍進來平亂呢 陳志思不會這麼焦慮 是不是 但是 那些豬浪媒體 或者其他媒體 沒有人去追蹤這件事 沒有人去跟進 陳志思當時這個說法 其實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當然你再問他 他也不會說很清楚真話給你聽 是不是其實 陳道揚向海大衛 去做這個澄清 其實是表示曾經一度 一段時間 是考慮過解放軍進來 解決香港和平示威 演變到衝突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很可怕 香港是相當可怕的處境 可怕的地方在哪裡呢 如果你親自奇境的話 如果你不是方暴軍情的話 從6月9日或4月底 從6月9日一路數 這麼多次的大型示威 甚至有衝突 去到最嚴重的衝入立法會 7月1日的衝突 我想問大家 平心而論 有沒有一個完全失控的局面 香港維持治安的警察 是否完全收拾不到這個局面 當然他們的手法很絕劣 警察的處理方式 用暴打的方法 希望可以震懾到這班示威者 是相當絕劣的 但也未知到平程而論 未知到失控 警察自己就失控了 對於示威的群眾來說 未知到失控 以及影響到完全收拾不到局面 因為和平示威固然和平也很重要 連垃圾桶也沒有擲碰一個 有衝擊的示威 我們沒有發生任何搶掠的事件 沒有縱火 我們香港的治安部隊 我們香港的警察 是完全可以控制局面的 有什麼需要請解放軍進來 如果特區政府做這個要求 我固然覺得很荒謬 完全是沒有必要的 但對於解放軍駐港部隊 或是中國大陸的某些人 某些極左的人覺得 因為受外國勢力影響 一定要下來平亂不可 我覺得是更加荒謬 根本是不存在這個問題 也不存在香港的警察 控制不了局面的 所以何須勞動到勞犯都 他們會進來香港的所謂平亂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為何最後這件事沒有發生 而且也由陳道陽向海大委主動表明呢 原因就是香港 假假地還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因為國際金融中心 它是建基於法治 建基於資訊流通 大家對政府仍然有某程度上 認受和信心才能夠建立得成 因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僅在炒股票 不僅僅在這裡 純粹賺錢這麼簡單而棄 即是你要給外國投資者 給中國大陸來香港上市的公司 他們要潑水 是幾百億的 你也要有一個安定一點的環境 讓別人有信任的環境 讓你去做融資的工作 大家都必須明白 這就是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必要的條件 未必是一個充分的條件 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如果你的法律是很不濟的 是向某些傾斜的 而且資訊流通是被阻礙的 他就做不成國際金融中心了 中國大陸要依賴香港 去做一個國際融資的作用 是會完結的 你試想一下 如果真是解放軍駐港部隊 現在很多人提出警告 外媒也有報導 就說有一些很左的所謂的學者 提出一個可能性 不能排除的就是 這個亂局繼續發展下去 就會香港進行軍管 軍管 這兩個字很容易說得出口 因為在中國的軍管 是曾經發生過的 不止一次的 文革的時候 亂到不可收拾就派警察出去 派軍隊出去 不僅是公安 公安解決不了問題 就派軍隊出去 就實行軍管 即是說 如果用西方的觀念 就是那個地方進入了緊急狀態 State of emergency 當時 六四的時候也試過 整個北京是軍管的 軍管是什麼意思呢 除了你看到軍人在街上巡邏 截停搜查人之外 軍管的意思是說 法律暫時是各自的 拘捕別人 監禁別人 問口供等等的程序 是完全不需要依法進行的 用軍隊取代了維持治安的警察 把法律放在一邊 而整個國家是不需要守法的狀態下 去將一些反對的聲音鎮壓下來 什麼言論自由 人權等等 什麼叫做 Dual process 程序公義等等 全部都不用遵守 隨便可以抓人監禁 也不需要有機會讓你見到律師 那些就叫做軍管 你長說軍管 他不會想想 一軍管之後 香港的經濟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樓市 香港的投資氣候 不是說軍管完了 他馬上可以恢復的 因為國際的投資者會看到 你第一次軍管做了之後 你做了第一次 可能會有第二次 就會有第三次 即使你現在沒事了 恢復法律也好 大家都會對你完全失去信心 然後到了一個萬劫不復 完全是起不回生的情況 所以你輕言軍管 其實老實實 對香港的情況是絕對不理解 絕對 完全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才亂說的 但當然 以 北京的性格 在大陸也試過 你怎麼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呢 不過呢 如果這樣做的話 別人掛在口邊的香港玩完 就真的百分之百 徹底玩完 看看他如何看待香港的角色 現在口口聲聲 有些很左的人 去分析 反送中的條例 包括在特區政府處於高位的人也好 大陸的一些所謂的分析也好 都是這樣說的 反送中 這麼多人上街 造成衝擊 不是說 看看香港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深層次的矛盾 政府為什麼做得不好 推銷這條例的時候 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犯了什麼致命的錯誤 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但譬如我引述 其中一個叫李國章 這個厲害了 做過中大校長 現在是港大後委會主席 他接受巴士的報網媒訪問的時候 他說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呢 因為香港快要有選舉了 所以要抹黑政府 有中美貿易戰 示威者的訴求 包括特赦不檢控 特赦暴徒對人質而不是法治 接受巴士的報的訪問 他說年輕人熱血有理念 希望改變社會 這個出發點不是錯的 問題出於兩大方面 第一 今明兩年分別有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 所以要用抹黑建制政府 就可以獲得選票 第二 中美正處於貿易戰 香港是中國的金融重心 你對香港對中國一定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美國大量支持這群人 然後成立獨立電查會 不用了 因為有監警會 他已經在建制中 在藍絲中 相對比較溫和的一個 這些分析真是狗皮不通 整件事的癡俗湧是林鄭 林鄭其實是打倒香港 是被炮彈人家抹黑政府 影響選舉 是林鄭影響選舉 是你給了彈藥人家影響選舉 如果真的影響選舉 還有一些更左的 我聽說美國人在後面策劃的顏色革命 目的就是要奪取香港的自權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樣奪取香港的自權 特首也是你 1200人選出來的 又要你同意才行 又要你任命 那怎樣奪取香港的自權 你說立法會 區議會 這真的是你做出來的 區議會選舉可能最後輸到一塌糊塗 建制派 一點也不奇怪 為何他們這麼心急 有原因的 立法會 老實實說 一半功能組別 一半直選 功能組別幾乎都穩粗證券 除了幾個議席之外 直選你就去捏 捏完之後直選 斷鼓你都不會輸掉 立法會控制權仍然在你手裡 你怎樣被奪取自權 於是有言之作作 又說收錢 前線是一千 被人打二千 中一個炊雷彈是不知多少錢 我經常說 我都走過幾次 給我 給我 在哪裡收 是否在美國領事館 是否在外面排桌 排桌拿綠索那群人 那條隊那裡收錢 你告訴我收錢的地點吧 計算我一家人去吧 就去幾次日本 傳這些東西出來 很壞不壞那些阿伯 阿嬸 阿婆 我又會相信這些東西 是呀 收錢呢 他夠膽對著我說 我一定問他 在哪裡收 然後說什麼顏色革命 提供很多物資 這個更加可笑 什麼物資呢 絕多就是生理鹽水口罩 敲喘噴霧 什麼物資有多少錢 然後就是什麼手勢 頭盔 保鮮紙 敲喘噴霧的手勢 是CIA教的 竟然有人相信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 這些消息出來的那群建制派 就是不用一下腦子 用一下腦子 不要經常用屁股想事情 你不要說 這些傳聞 真的可能會觸發到 一些很可怕的事發生 不過 我相信 沒有人會嚴淺聲 如果香港仍然是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仍然是給大陸的資本 國企 民企 來香港可以滾水的地方 你在美國 不安心 美國老闆會搞你 每個人都退出 回來後方 來香港難道會退上海嗎 當然來香港滾水 仍然繼續扮演這個角色 我相信他不會打爛自己 或者劏了這隻 仍然能夠生金蛋的我 除非香港亂到一個程度 對於大陸來說 沒有利用價值 這是相當可憐的說法 我們的存在 繼續存在下去 是要看看對中國有沒有利用價值 當然很多人聽起來 是不時未夷的 不過這個節目 不是推銷一些 我們認為很難發生的事情 我只是說一些實際的情況給你們聽 這確確實實 到今天從地緣政治 地緣經濟的角度來說 香港實在 我們很無奈地 接受扮演這個角色 香港只不過是 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說得好聽一點 說得難聽一點 就是香港只不過是為中國 向外的一個中間人 你說他扯皮條什麼都好 為他賺錢的地方 如果香港對中國來說沒有利用價值 他早就已經掉散了你 就令到香港 跟中國一個普通城市一樣 他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你看看武漢 反對垃圾 焚化爐 發電廠的民眾 過萬人上街 最後怎樣 他用坦克 是不是 當然那不是國際城市 那裡一舉一動 就靠示威者 用手機拍出來 就是這樣 他影響不大 他影響不大 沒有引起國際轟動的時候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香港 要把這個資訊傳出去 告訴國際我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 駐港解放軍的司令員 陳道仰 陳道仰少將 亦不會主動跟美國通報這件事 我們無意介入香港的事務 亦不會出動解放軍 這亦說明到 第一 他們真的有想過這個問題 或者有人要求過這樣做 第二 亦有考慮過出動的時候 對香港帶來什麼後果 他不是連識香港 而是對整個中國 或者中國的資本 會帶來什麼後果 最後決定是不這樣做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深夕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的 拍照都可以的 如果你想寫滑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數碼說了 我已經改了地址 改為馬安山郵局郵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夕口快兩週年